今天首先我要讲到小米 今天印度已经把她封杀了 中国的华为中信在找她麻烦 一个人靠偷别人的技术 拿来的主义 你怎么可能成为别人的榜样 这绝对是雷军最害怕的女人 在众多媒体面前直言 小米偷窃别人的技术 面对这样的攻击 雷军也是直接向格力宣战 请全国人民作证 五年之内 如果我们的银额击败格力的话 董明珠 董总 输我一块钱就行 我告诉你说 你这一块钱不要在这说 第一我告诉你不可能 第二要赌不是一个亿 没关系 我给你赶到十个亿 面对雷军当场立下的赌约 董明珠才大气粗地喊出赌十个亿 因为当时小米的年销售额 只有不到三百亿 而格力作为老牌国货 早已突破千亿 所以董明珠才会如此自信 董明珠直接说明 小米的手机售后有问题 并且做工不好容易坏 让消费者在维修这方面 多出了很多钱 但是雷军自然会 拿出他的对比法 立刻回怼过去 果然是被称为雷布斯的营销鬼才 你给我扯手机 我就扯空调 你六年我就七年 我就是比你多出一年 对此 董明珠不屑一顾 并且轻蔑地说道 你说得再好 销售额跟不上去 有什么用呢 这直接戳到了雷军的软肋 但是依旧掏出了自己的对比法 没有 我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厂 和最好的管理 两个最好 想要说明小米的强大 但是如此苍白无力的辩解 反而更能看出 此时雷军的底气不足 董明珠恰好也看出了这一点 直接来了一招杀人诛心 最好的工厂也是别人的 不是你的 我们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小米的一贯作风 你只是找的加工厂帮你代工 一个靠贴牌出名的公司 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呢 我们是中国创造 你是中国制造 所以十亿人民币我们必须 很明显 此时两位大佬都已经上楼 作为老板都不想在媒体面前 给自己的公司留下黑料 主持人也看到了现场剑拔弩张的情况 立马叫出马云出来原厂 马云运用自己高情商的语言艺术 展示了什么叫做教科书式的和解调停 觉得这个没有传统的制造业 没有什么传统企业和非传统企业 只有传统的思想 马云作为旁观者心理也明白 这个时候天坛哪一方都会得罪人 所以把两个人的争辩 归结到对传统制造业的理解上 数字经济也好 虚拟经济也好 没有实体经济的强大的支撑 是没法走出来 所有的数字都是因为有实体 只有实体成长了 数字才会好看 这句话的深意就是告诉在场的两位大佬 说到底大家都是一家人 以后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 总会有合作的机会 只有大家合作共赢 未来才有更广阔的发展 现在大家这个模式的争论也好 这个虚的说实的不好 实的说虚的不好 因为他们两人是纯粹斗嘴 我个人觉得 新经济就是虚实的结合 只有虚和实的完美结合才成为新经济 否则那就是一个垃圾经济 我肯定会倒下来 不愧是马云 作为高情商的代表人物 短短几句话 把实意豪赌变成了日常伴随 在不得罪双方利益的前提下 完美调停了这次纷争 这就是高情商的人所拥有的语言魅力 语言艺术无处不在 在任何时候 高情商的人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感谢观看